陳如寧剛前面半個小時所看到的台灣今天最重要的話題就是兵役疫情延長 但是在中美角力的背景之下 這疫情延長能夠保護得了台灣嗎 另外還需要做一些什麼方式來做自保 專家又有什麼樣的見解 平均來告訴我們 好 中國對台文攻武嚇不斷 入侵威脅也升溫 不過就在這個時候 卻有海軍的退役上將黃征輝是說 台灣應該早日的來跟中國談統一 而且要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灣地區 那這樣子的說法 其實也就被日本產經新聞台北支局長石板明夫認為說 其實根本過於一廂情願 根本不現實 因為在這樣子關係這麼緊張的時候 台灣主動去找中國談判 不就是簽下了城下之盟嗎 因為他提到說 現在中國之所以一直沒有對台灣有進一步的攻打動作 就是忌憚於這個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力量來介入 如果台灣這時候去找中國談判 還簽下了這樣子的和平盟約的話 不就等於把台灣的問題徹底的變成中國的內政問題嗎 不過我們就要來帶您回顧 過去一年美中的關係其實也是相當的緊張的 尤其是從今年二月美國公布了印太戰略開始 要逐漸來擴張美國在全球的軍事實力 但是在五月的時候 拜登還持續的來展開他的東亞型 也讓中國是相當的不滿 尤其又是在八月的時候 美國的中院議長裴洛西訪台 這讓美中的關係降到了冰點 而隨即美國又對中國的晶片法來進行管制 因此美中的關係是逐漸緊張 不過隨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他在中國二十大後進入第三任期 外交當然也就變成他的首要任務 因此他也激勵的要來修補跟美國的關係 因此你可以看到他從十一月的時候就進行了三小時的拜習會 希望能夠來修補他們之間的關係 那又在十二月的時候還會來會面美國的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 不過這是不是代表美中關係在年底可能有一個契機呢 BBC的學者他不這麼認為 他說現在美中只是在台灣問題上面延緩衝突爆發 並不是完全的和平 Jourinho